最近热播的韩剧背着善载袍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 其中,男主本来是作为游泳运动员的目标而刻苦训练 但由于伤痛,被迫放弃,成为了当红偶像 其实,在真正的娱乐圈也有同样经历的人 一起来看看都有谁吧 首先,Saventeen Hosea 有着老虎昵称的Hosea,小时候曾是跆拳道选手 段位为黑带四段 在配合音乐练习跆拳道时,渐渐对跳舞产生兴趣 由于爸爸和泰民的故障是好友 所以,收到山与专辑后成为了超级大铁粉 因此下定决心要成为歌手 之后也顺利以Saventeen成员的身份出道 Unhappen 朴承逊 2002年出生的朴承逊在成为偶像前 是一名花式滑冰选手 曾二度在亚洲花式滑冰锦标赛青年组男子担任中获得银牌 代表韩国参加国际滑冰 总会青少年花式滑冰大奖赛等国际赛事 但后来被Bethead联系 同时进行花样滑冰和爱豆的准备 之后决定参加Illand 从那时候起才开始集中于捷冰放送 最后成功出道 一集,尤娜 尤娜中学时期曾是国手级汉地冰球球员 47号,北号77号 她自小学五年级起就加入汉地冰球校队 还曾经代表静静到参加过全国比赛 但后来因为去看B2B演唱会 因为太漂亮被GYP选中 而去当了练习生 并在一集顺利出道 23位王嘉尔 王嘉尔绝对是运动世家 父亲是配件国家队教练 母亲是国家体操队运动员 而哥哥则在澳洲担任橄榄球员 从小耳濡目染下 Jackson在五岁时曾尝试体操 十岁时接触到基建后产生兴趣 从此以称为选手为目标 十二岁时就在全运会上获得了基建金牌 不过2017年 他放弃了基建 转而专注于音乐视野 2014年 一个23位成员的身份成功出道 对此 大家还了解哪些运动员出身的爱豆呢 欢迎在评论区互相留言讨论 爱豆韩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